大家好,我是天豪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食物链以及食物网 大家看到背后这个链子跟网子 那到底食物链是什么东西啊 大家有没有曾经好奇过什么是食物链 这是食物,所以食物链应该会是把食物串成一起嘛 就把这样子串得像链子一样就把他串起来 然后之后就变成番茄摊尺蛇不是吧 就是食物链应该不是这样子 那什么是食物链呢 食物链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生物吃与被吃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食物链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兔子吃掉了我们的草 狐狸又再把兔子给吃掉了 然后形成一个缓缓相扣的关系 就很像链子一样,这就叫做食物链 好,那大家应该有曾经在之前有学过 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这种能够行光合作用的 这个我们称他叫做一个者 什么者,勇者,忍者 好了,答案是我们的生产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答对 好,那大家应该知道 兔子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嘛,对不对 我们说消费者就需要透过自己吃东西设食 才能够获得自己所需到的养分嘛,对不对 那吃生产者的这种消费者 我们给他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叫他初级消费者 或者我们叫他一级消费者 就是他透过设食嘛 只是他吃的东西是生产者 好,那接下来狐狸把兔子吃掉了 所以他透过设食来获得他自己养分 所以他也是一种消费者 那大家来举一反三千万好了 我们刚刚这个叫做一级 那所以狐狸吃掉一级的 那他就会是二级咯 你说是吧 好,所以那大家有没有搞清楚 就是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呢 生产者接下来是一级消费者 接下来是二级 可能会有三级四级等等 然后就是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吃的话 好,那刚才我们讲完了食物链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食物啊 食物链其实大家应该可想而知 就是把食物链变得复杂一点点 有没有发现 刚刚原本只是草、兔子 然后还有我们狐狸的关系 接下来现在变成了一个网 就是有没有很像网状吗 就是很复杂,有点复杂对不对 好,那这边呢 来考考大家好了 刚刚大家学到了 我们的这个草是生产者 那我们这个兔子呢 我们说他叫做一级消费者嘛 对不对 或初级 那接下来狐狸我们说他是二级消费者 那现在老鼠吃了这个草 所以他是一级消费者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蛇又吃了老鼠 所以他是二级消费者 那接下来老鹰吃了蛇 所以他叫做三级消费者 那奇怪了 老鹰也吃老鼠啊 那他不就吃一级 他睡了他不就是二级吗 那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啊 那他都是嘛 对不对 我可以又高又帅吧 对不对 我总不可能只有高没有帅 对不对 我又高又帅 我不能同时拥有高跟帅嘛 可以啊 所以他也同时是二级 也是同时是三级啦 好那我们从这食物网还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食物网越复杂 这个生态系会越稳定 什么意思 你看哦像今天老鹰啊 是不是可以吃兔子 也可以吃老鼠也可以吃蛇 所以假设呢 如果我今天有一个物种 也就可能是蛇灭绝了 我不会去影响到老鹰 因为老鹰还可以再吃兔子 或还可以再吃老鼠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食物网非常之简单 老鹰就只能吃兔子 那有一天兔子灭绝了 那老鹰是不是就跟着灭绝了 所以我们说食物网越复杂 其实这个生态系会越稳定哦 好那我们说一说人啊 你知道吗 人可以吃香蕉 吃稻米啊 吃鱼吃肉啊 对不对等等的 其实人可以吃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有一天如果鸭子觉得肿了 其实你人不会更绝肿 因为还可以吃其他东西嘛 吃鱼吃的这什么 人不要挑食 不要挑食这样不会绝肿那么快 这都题外话开玩笑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我们今天所教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食物链跟食物网 大家要记得怎么去判断 生产者 一级消费者或初级消费者 还有二级消费者 三级四级等等的 还有食物网 记得它越复杂会越稳定哦 好我们今天课程到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